好了 你們看這句 即是我的看法 Someone who was a British overseed territory citizen by collection with Hong Kong was able to register as a British national overseed before 97年7月1號 接著是第二句 BNO citizen from Hong Kong did not register 你沒有註冊 did not register as British national overseed had no other national of citizenship before 30日 97年 become 如果看第二句 你就會覺得 即是可以 只要你 在97年之前 出生就可以 出生 和沒有另一個國籍 當時我們很少有 和沒有另一個citizenship 在97年6月30日 你就自動成為這個 big picture overseed 即是你97年出生就可以 你好少說 97年出生的時候 我拿著美國護照 那些你都不用貪這個 是啊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 不是 我可以理解它是可以的 但是 始終我們作為媒體 我當然要問清楚 究竟是行不行 反而中文媒體 可能他們視為很正常 但這個最關鍵 最基本的 我們很多網友 父母可能沒有跟他拿 當日 這樣行不行 你說父母 為什麼呢 如果不行的 差很遠 行的 我就不用理父母 我自己都可以拿 現在我不行 但是小媽現在 他自己身成不夠 不知道 所以我一定要問 但是不行的 就一定要靠父母 把他拉過去 是兩件事 是吧 我看上去就似乎應該可以的 但是我不敢說 我要再 真的要問清楚 看上去這句話就應該可以的 嗯 並不是你了不了解當地的文化 當地的歷史 你問一下英國人 他們多想了解當地的歷史文化 就是 我告訴你 香港人 如果你不要說聽 不要說說 如果說書寫 或者閱讀 可能能力很多 都比英國人高 很多 很多 很多香港人都比英國人高 很多專業人士資格在英國不獲承認 你說話 不是 很多人都承認 跟進國際 不是 你找不找到一件事 但是資格是承認 英國才承認 你英聯邦 因為我們正式就是英國來的 就是 按鈎 非洲也承認 做醫生可能要去做護士 第二 醫生和護士都不敢同牌照 你說想做就做 醫生想做護士就可以 不是 兩天是不同的事 你想做就做 大佬 就是開火車人 開飛機是兩樣東西來的 就是我開飛機 怎麼可以開火車 還要考牌 他說到收入會大跌 是 但是人家貴極 好像李大哥所說 如果松溫那些很貴 我說幾錢 成兩萬多元 港幣 我心想 這麼貴不過香港 你老母 人家的生活質素高 不是 怎麼這麼貴 都成正比 湯文亮說 對 對 對